6月11日 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预测 美联储下周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29.9% 暂停加息的概率为71.7% 假设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 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在4月4.9%的基础上再次降低 则美联储暂停加息的概率还将进一步加大 截至目前 市场正在偏向 压住美联储下周将跳过加息 然后在7月可能再次加息 不过 随着美国债台高筑诱发的资金抽离 和银行业危机还在继续 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信号也不断出现 对此 宏观策略师西蒙怀特认为 根据以往的货币动态来看 美联储一旦暂停加息之后的行动 更有可能是降息而不是加息 假设这一观点成立的话 则意味着 从利率的角度 美联储本轮货币紧缩周期结束 并转向宽松和放水周期 按新债王钢拉克预测 美联储可能会像2022年3月突然开启加息一样 在接下去的某个时候突然开启降息 这将超乎大多数人的预料 而这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 美联储在这场以抑制美国通胀之名的加息周期中 虽然其口头上一直誓言通常目标为2% 但这似乎更像石器战士给全球的虚幻目标 亦达到可以制造强势美元汇率 进而收割全球多个高外债 低外储最弱市场财富立查 并将美国巨额债务斥责风险转嫁给这些 无力应对美联储加息周期的脆弱经济体 尽管过去一个月间 美国此前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因持续纠纷而陷入僵局 但这并没能阻挡美国财政部 以非常规矩措持续借债 根据数据显示 截至6月10日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高达31.84万亿美元 为美国GDP的逾120% 美国在债务上限谈判阶段的借贷额度 已高达约4000亿美元 这都迫使其从6月开始至2025年1月1日 本轮债务上限到期的周期内 需要向全球借更多债 并填补分批到期的债务窟窿 综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彼得森基金会 金融分析机构财务真相等多方数据分析预计 美国在今年接下去的6个月内 还将发行约1.3万亿美元债券 再加上今年已经产生的约4000亿美元债务 也就是说仅今年一年 美国向全世界的借债额度就将高达至少1.7万亿美元 到年底前美国联邦的债务总额 或将达到约33万亿美元 而在这一过程中 如果美联储持续加息 美国的债务利息成本也将进一步提升 再加上全球最大产油国沙特主导的 欧佩克加延长并增加的原油减产计划 以对抗由美联储加息引发的油价下跌等因素 美国国内的石油市场 也面临成本上升的风险 这都将成为诱发美国经济衰退的潜在因素 进而也为美国经济 买下了金融和债务危机的伏笔 因此 这个时候除了向全球斗售美国国债之外 美国经济还需要通过美元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 凭借美联储的货币举措 达到将美国的金融和债务风险 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目的 而在国债债务上限通通后 美联储之前的十字架息 基本达到了阶段性转嫁 美国巨额债务风险的目的 截至6月9日 阿根廷 土耳其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埃及 印尼 墨西哥 黎巴嫩 印度 越南 尼泊尔 缅甸 泰国 秘鲁 菲律宾 厄瓜多尔 乌拉圭 肯尼亚 孟加拉国 巴拉圭 蒙古国 至少22国 都在过去一年间上演美元荒困境 美联储货已经将美国债务赤字风险 转嫁给上述至少22国 这些经济体的共性是 由于此前深陷美元债务陷阱 又不具备强大的外汇储备 护称和屏障 而无法阻挡美元加息带来的冲击 美元资本往往在这些市场收割 过去多年 在美联储量化宽松周期时 输出到这些市场的增值财富 进而看起来虽然美国国内同样债态高筑 但由于利差因素导致全球多个脆弱经济体肩 要承受美国输出并转嫁给他们的 巨大债务赤字风险 进而美元资本实际上就实现了 该轮加息周期收割的目的 而之后 美联储往往在通过突然降息 再度进行美元资本输出 开始新一轮的货币周期 纵管世界经济的轨迹 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还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诱发全球金融海啸 无不是美联储的货币举措在操控 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美联储的货币举措 往往是造成全球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 分析师帕特里夏称 美联储的货币举措向来拿脆弱的经济体开刀 就像一群野生牛铃正在渡河 狮子汇调年幼体肉的下手 其他整群牛铃会继续前进 而让人意外的是 过去一些年经济增长较快 甚至一度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的越南 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美联储货币周期的风险之中 而损失惨重 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 越南由于此前过度依赖美元债务 根本不具备应对美联储加息风险的能力 在债态高中和市场爆雷的现象上 越南或正在成为不久前 为应对美联储加息造成大量资金流失 而不得不在5月宣布新一轮费朝令 早已深陷美元债务黑洞的翻版印度 数据显示 截至6月9日 越南的公共债务总额约为1800亿美元 而越南的外汇储备近约为850亿美元 债务总额是期外汇储备的218% 根据预测 越南在2022年至2027年前 债务总额将增加至少1160亿美元 使其债务总额4年后将达到约3400亿美元 假设越南4年内外汇储备增至乐观的1200亿美元大观 还意味着 其债务总额将达到外汇储备的283% 这就距离不揭开了越南经济过去增长 使巨额美元债务堆积而成 其并不具备自身资金实力的庞氏骗局 与此同时 越南经济高度依赖出口 这就使该国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等因素冲击的风险更大 2022年 越南出口总额约3800亿美元 但该国GDP却近刚突破4000亿美元 其出口额约占GDP的比例为约95% 甚至在一些月份 越南的出口完全达到其经济总量的100%以上 相当于在世界经济正在迈向信息化的进程中 越南却依然停留在依赖低端制造和代工而实现创汇 但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是被国际资本收入囊中 越南真正的所得却是一小部分 越南同期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一季度 越南GDP增速从去年同期的5.05%暴跌至3.23% 仅略高于2020年一季度 当时因全球大流行造成的3.21%的经济增长萎缩 为12年来倒数第二低的水平 同时自去年美联储加息以来 越南股市持续重挫 胡志明指数累计下跌超30% 在此之前 胡志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一度高达 约5200万以越南顿来计算 与1500万以越南顿的资金 在越南市场蒸发并撤离 并且和内指数 今年一度上延去年全部涨幅回度的现象 越南顿也持续暴跌 这都是越南经济正断压式崩盘的信号 学商加霜的是 曾一度火爆的越南楼市 正在陷入资金大幅抽离而溃算的困境之中 组合越南房地产协会和越南统计局 及越南央行的数据独家观察到 截至6月9日 在越南63个省市中 每个省市平均24个项目被叫停 目前越南共有约1500个楼市项目停滞 金额约1000万以越南顿 也就是说房地产领域出现了 约为1000万以越南顿资金断裂和撤离的现象 再结合前面提及越南股市 至少1500万以越南顿资金抽离 相当于目前已知的 在越南高达约为2500万以越南顿的资金 正在大幅撤离越南市场 这也为此欠财越南大局投资 但还没有撤离的国际投资人敲响了警钟 也揭开了越南为吸引国际资本 演绎的一场庞市骗局 早在2015年下半年 越南放宽了外国人的购房条件 取消了相关限制 加上当时低息举措 全球不少投机客蜂拥至越南 正是越南与借用海外资本对该国楼市投资 来填补债务亏空的目的 实际上根据越南刚需家庭的世界购买能力来看 大多数家庭目前还不具备 为一套房屋背负数年按揭的能力 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 越南人均收入不到450万越南盾 约合1400亿人民币或192美元 越南的人均GDP仅为4000美元 这比非洲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至少少3000美元 这表明越南国内消费能力十分有限 而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时 越南央行为应对越南盾暴跌 也不得不跟随加息 这就导致越南本土的投资者债务成本上升 一些越南中产家庭也因此出现反贫 与此同时在越南 由于私人拥有土地的转让权和继承权等 自建住房比例非常高 全球许多投资者在越南多个城市团积的房屋 或出现连年无人居住 鬼塔的现象 而这些人在购买后才发现这一硬伤 同时就越南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来看 该地区并不具备适合长期居住的养老功效 这也决定了 越南一些城市的楼市一手房 此前价格飞涨 但那手房基本是有恃无价的 而当美联储激进加息前 那些拥有敏锐货币洞察力的美元资本提前撤离 留给其他国际买家和越南当地投资人的 却是一地羊毛 体面是一个棺材货币洞 然后现在再次看到 这个棺材货币洞 也许可那次必须